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如果是中国发了财的 这一般都是戴着头盔去领奖的 这个人他是其中一位数学家 在澳大利亚你知道吗 19个数学家组成一个叫庞特俱乐部 说都是数学天才 纵横赌场多少年 他就是不懂中国人的老话 就是做人叫低调 生活太奢华了 引起了澳洲社务局的注意 这一查发现偷漏税至少9亿澳元 他在赌场他赢了多少钱呢 他赢了至少24亿澳元 24个亿的澳元 相当于120几亿人民币 120多亿人民币 就这帮孙子 你说得不是孙子 现在他们是爷 好家伙 但他面临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挑战 因为现在他说他逃税啊 是指控他们专业赌博 因为赌博呢 他们的法律规定是赌博来的钱是不用交税的 因为赌博是不是肯定的收入 你去赌也可能输掉 所以其实你是冒着风险的 所以他们的法律 其实是他们从来不收赌博收入的钱的 除非界定 他现在要界定他 说他是什么 他不是业余赌博 他是专业赌博 职业 你这是职业 专业赌博了 你赌博变成了你的工作 这个在他们历史上 据说也是第一次 所以现在发出这个这个传票啊 要扣他这个钱啊 他们自己的法律界也还是有这个争论 这蛮奇怪的 我赌钱赌了48年 今年呢是49年了 对对对 被澳门做了很多贡献 对我是第一次听说赌钱赢回来的钱需要缴税 那我知道有一个部分 比方说你在澳门 有那个脚指脑虎 你赢了100万 那需要缴税的 他是在税金里面先扣起来 从你涨金里面先扣起来 可是假如我在澳门的赌州上面赌 我是不太知道 原来需要缴税的吗 在其他国家 所以他这个东西 所以就就就他徐老师说的对啊 就澳大利亚有一个赌博收入免税条款 对 但是说这帮人呢 在庞特俱乐部 这一查账就是他们的结论就是你是专业的 你是以此为业 职业的挣这个钱的 你职业的劳动挣这个钱 跟咱们做主持人本质上没有两样 你知道吗 那我搞不懂就在这里 因为赌钱有可能输的嘛 你就算同样花了 假如我今天学他们一样 我每天花十个钟头在澳门的赌钱 在赌场里面赌啊 我最后可能输啊 我想他用他做一个职业 我没有保障我的功路 不是你办公司你也可能亏啊 亏了你可以不交啊 赢了你就得交啊 亏了就就就就不交了 只要他说我是专业的 有赢了就要抽 对啊你是职业的 但问题是怎么来界定这个专业 这个就你你你因为其实专业的赌徒很多 有很多人整天在靠赌吃饭 对不对 他你没人叫他专业 他自己在那里专业 他现在是主要是指责他们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是数学家 他们呢不仅是一般的热忱 不仅是这个这个工作时间的专业 而且运用了他们的专业知识 可能也运用了一些 他们的研究的什么手段 他们不是不是靠投机的 他们是很科学的计算 计算出一些patterns 就是一些一些模式 我觉得这才真的是学以致用啊 你说是不是 他们终于让这个数学 走出了象牙塔 是吧 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 我刚听到一个朋友做金融研究的 他说那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他说金融研究里面搞出很多模式 搞了很多啊 他说其实是在研究金融的问题上 他说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 我们来想他就是用错地方 他用在赌业上就好了吗 对啊 对因为以前也有没写的书嘛 经过种种的统计 然后告诉我们全世界一样的 全世界的那个财经专家所说的 完全跟你丢一个铜板 然后来决定买还是不买 卖还是不卖 其实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因为投资这个事情啊 除了你的判断以外 还牵涉到别人的判断 你觉得要买 然后别人全部要卖 那股市就垮了 那个互动性 那个不确定性 是你无法掌握的 所以那个种种仅供参考啊 没有什么专家 这个赌啊 像我们这种啊 这个这个小小小户人家的 我们就很难能够理解 我不知道外国人了 可我听说的 这个中国人这个赌性呢 可真的就是说 哎呀我已经听了 就因为都是我有我认识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大老板 你这么聪明的人 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么聪明的人 他十几个亿的这个家产呢 过几年没有见到他 跑路了 朋友一说 说来说去 说来说去啊 他就是赌 这你知道到澳门 几千万 几千 一回去就是一两个亿的这个出入 就赌输了 赌光了 有的是赌球 有的是赌球 哎呀我说 这咱真想不到 我甭说 我就是有一个亿 我拿出一万块钱赌就行了嘛 对嘛 对嘛 我觉得可能就有人说中国人爱赌啊 跟一个理由有关系 中国中国人相信运气 所以一般上中国人迷信嘛 喜欢那个风水算命等等 你相信运气的人通常就爱赌 赌是最快的方法 让你体验有一个很神秘的力量 你败赌 可是一种赌过钱啊 对不对 你赌过钱没有 赌钱 邪门啊 赌钱的人一定感觉邪门 我以前也提过那个胡思啊 大学问家 胡思先生 他陪他老婆打麻张 他打麻张 他最喜欢讲一句话说 麻张排旅有鬼 对不对 胡思生生一辈子讲求理性 讲求什么文明科学 可是他一打麻张 他就说 麻张排旅有鬼 就邪门 说得好 那你赌钱呢 你很快 马上一压下去 一十块钱 一百块 一万块 你感觉你跟一个命运 运气来对决 我觉得那种快感 对于中国人喜欢迷信 喜欢运气 这种心理很有关系 不计后果了吗 你比如说 后果稀奇了 文堂 我们去赌 你肯定 对我也会输光 但是呢 我是有个限额的 比如说今天 我说我就赌一万块钱 输了还是赢了 就是这么多 没了就走 那他们这个不过日子了 你起全家家产 首先我们要再讲 赌是人类的天性 对不对 全世界的人都有赌 古代文化都发掘出来的 都有赌 可是你们讲 中国人特别喜欢赌 我在拉斯维加斯旁观过一个 四十多岁的一个中国女人 穿的也很普通 真很普通 你想象得出 她是不会去买特别贵的超级市场的东西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我看她 我就眼看着她 输 就是在二十一点的那个地方 就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五六分钟的时间 四千美金输掉了 但是她也 她也没什么特别大表情 就闷闷不论的 就这么跑掉了 我就在想 你哪里自己用不好吗 你的四千美金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但是为什么呢 江辉刚才讲的这个 我联想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现实啊 就是没有来世 就是很多 所以得到的东西就是绝对的好 我假如赢了 我就是绝对的成功 这样我就跟命运博 我这个巨大的快感 假如你有一个另外一层考虑 就是说 你不该得到那么多东西 你突然得到很多东西的话 你会付出一些别的东西 你会遭到一个什么东西 假如有一个 冥冥之中 有这么一个信念在的话 对赌的热情会不会就有所现实 有所向低 这是不是中国人喜欢赌的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人彻底 比方说我赢了 一家赢几百万 那就是这是绝对的 这是绝对的成功啊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啊 是很性情的 就是咱们老说这种性情中人呢 我老觉得中国人很性情 其实西方人是比较理性的 对吧 中国人这种性情 你会表现在赌场上就是什么 不过了 就是天昏地暗 没有别的世界 中国人有的时候能这样 甚至你比如说啊 有时候有时候个别这个男的 真的也能就说是这个不就跟着一个红颜呢 找着一情人 不过了 什么都不管了 他就是那一下子 其实事后他可能也后悔 但是呢 他这个性情中人有的时候 比如说在赌场上 当时这下子要对对博 对吧 全全压上 这个孤注一掷 就博一下 他那个时候啊 达到了一种 我觉得行神合一啊 这个高度集中 心无旁骛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这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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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选华姐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因为她第一次让我发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选美后我选择了创业 从创办杂志到成立自己的女鞋品牌 女孩能穿上我们的高跟鞋 就可以变得更美 更自信 能让更多的女孩变得更美 我想这就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收获 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由大理居民赞助播出 美丽大理幸福家园 以及花样年地产联合赞助播出 花样年让生活更有风格 因为讲到赌我是有发言权 你是赌神吗 不是赌神 我是病态赌徒 我以前是病态赌徒 你刚说的什么天昏地暗 不眠不休的赌钱 我听到你明明在讽刺我 最多一次赢过多少 我不可能赢过 没有 没有过 最多一次输掉多少 那太多了 我们病态赌徒 赢我们不会走的 因为你不舒服不快乐 你赢钱是不快乐的 一定要赌到你输钱缺钱 在追那个钱的时候 你才是高潮人 一定要把全部精力都用完 你知道我平生第一回去澳门 就反映出我是个有远见的人 就是我一下船 我就买了回去的船票 你知道吗 然后到最后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回来的 就是我只有这张船票了 然后坐船回到中环码头 然后打电话半夜三四点 打电话把同事叫醒 说打出租车来接我 回去连出租车的钱都没有 那就证明你不是赌徒的 我永远不买回头票的 因为我就知道 我一定要跟你拼命了 我要把它输光了 我要买游艇回来 在澳门跳海 因为我曾经 你说我最高输多少 我忘记了 可是我记得我不眠不休 赌了三天 而且很好玩是在澳门 用站的没得做的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新的赌场 赌排酒 一群人站在那边 围着一张桌子 很好玩赌完三天之后 站在那边 我一看原来又是你 三天以前是你 又是你又是我 原来整整三天 我们这一群人 不眠不休 不拉 杀料 不吃饭 就站在那边赌 我觉得刚说文涛说不明白 你也说不明白 为什么要输几千块美金 我告诉你 赌徒 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 当他压那一把的时候 他不会想着输了 他一定想着说 给我这一把 一定赢回来 而且赌徒是这样看的 在他四千块美金 在他眼中不是四千块 我每次压 我都想着说 我这盆假如赢了 我继续全部压下去 再赢了 我全部压下去 等于是说 那四千块美金 假如我赢了第一盆 变成八千了 第二盆我压八千 再赢了 那变成一万六千 我再压 这三万二 所以我们赌徒的价值观 是这样 对于钱 金钱的看法 四千块美金 在我眼中 是三万两千块美金 我们是很乐观的 不会想着说 输了怎么办 我们不会想这个问题 你说的 有科学佐证 你知道最近 这网络也有好的东西 就是有个东西 叫TED TED 就是美国很多 搞一些名人 演讲很短 十分钟二十分钟 但是网上有很多义工 就给你翻译成中文字幕 他们推荐给我 我看了一个 美国一个心理学家 做的一个演讲 叫乐观的偏见 他研究 我们这个大脑里头 左边额的这个地方 有个地方 管把事情估计的乐观 相对的右边 是管悲观 而人的本性 是容易乐观 比方说 明明美国的离婚率 是百分之四十 可是你问每一个 要结婚的人 说你觉得你们 有多大概率会离婚 都会回答你百分之零 我们都不会离婚 就说人的本性 是倾向于认为 倒霉的事都轮在别人头上 我是会好的 这就叫乐观偏见 美国人不是前一阵 不是百分之九十九 对百分之一吗 其实很多人示威 他们说他们是九十九 然后是百分之一 然后是百分之一 我给你讲两点 第一 哈佛的学生 就把自己关起来 把校门关起来 他们说你为什么不游行 他们说我们不就是百分之一 然后在社会上做调查 你知道什么呀 有百分之十七的人 说他们是百分之一 对就是这样 有毛病吗 在中国绝对不会这样 我觉得中国如果说百分之五 中国社会上 有百分之五的人是有钱的 百分之九十五是穷的 你在街上去问 谁都逃掉 谁都不承认这个百分之五的 对 美国有百分之十七的人说 我是百分之一 这个就是你说的乐观的发达 但是你知道 这个更奇怪的是啊 现在这个科学家 他们已经发现 是可以控制的 就只要用电极呀 来刺激 你给你通通电 你就可以改变 因为这会很危险 你知道吗 你老认为我喝了酒开车没事 这很危险 可是最终这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改变人类的乐观偏见 可是最后发现呢 乐观偏见呢 对人类是利大于弊 对总体来说 就是你不要改变 因为你看啊 他这里边就讲了 说有的时候 我们会说这个把事情啊 想吧 最坏处想 有好处 因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最坏了 你也能接受 如果好了 你还会惊喜 这个道理被科学调查否认了 不成立 相反 生活比较快乐的人 往往都是啊 比较乐观的 就是期望值比较高的 他以后获得机会的 他会 不是 他会认为呢 哎 我认为我会成 如果成了 那么说明我对啊 我就真的会成 如果没成呢 他会认为 哦 这次运气不好 下次一定成 失败是成功之不 对 你知道吗 这是 而且至少是乐观 乐观有助于健康 所以他的最后的结论 就是说 这个乐观偏见呢 你既要知道 它的危险性 但是呢 保持这个乐观偏见 是好的 只要不要进赌场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美韩最大规模军演 再度登场 金正恩强硬回应 哪怕一发炮弹 一碟火花 见到朝鲜领土 朝军多将给予 歼灭性反击 是军事较量 还是外交博弈 力行军演背后的 美朝之争 欧派家居集团 特约之 今日看视线 今天凤凰 未适中完蛋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灰领物哦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60粒 60粒啊 60粒啊 对啊 五升金龙鱼 深海鱼油调和油 DHA加EPA含量 相当于60粒 深海鱼油胶囊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保渡场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听了你讲那个乐观机制以后 我终于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这里聊国家大事 我没明白 你还没明白 其实是没有用的 可是我们这么多的来批判贪腐啊 指出社会问题啊 其实我们太乐观了 你知道吧 我们都在盼望着我们的谈话 对整个社会会有好处 你看 这个就是乐观主义精神在起作用 对 要是我们都靠右边控制的话 我们早不说这些话了 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坐在这里 就是因为左边发达 左边发达是吧 那是你 那是他 你像嘉辉就是右边发达 嘉辉现在刚才说了 他就准备向这个中纪委爆料 他多年在澳门赌场啊 见到过一些这个官 是吧 他今天就准备来说一下 没有 因为那 那是其实不太好的一个实惯 我现在不去赌场啊 我要借赌借了十年 十年以前我经常去赌场嘛 你找不到我在家 通常我在赌场 对对对 那在赌场 我通常有一个实惯 澳门的赌场呢 有些赌厅啊 豪华赌厅 每一把是压五万十万的 我是没资格去赌 可是我可以去看 我通常去赌场穿的蛮体面的 他们也不知道 我没有钱可以赌 可是我进去 他们不赶我 我站在那边 我最喜欢看一些人啊 一看这是内地来的 小关中关 什么关啊 坐在那边赌钱 赌不可怕 拼命 然后一压一推一个筹码 就可能是五十万一百万 我心里想 你钱从哪来的呢 那应该是 泥马 那个泥马嘛 他根本不用 不用付钱 那我心里呢 我觉得我后来想想 我蛮觉得不太好的 蛮惭愧的 很阴暗 因为人家在拼命的时候 看总是希望来一个A 来一个King 来一个什么Q 我心里就喊 来一个二 来一个三 抱包 希望他抱包 一直在诅咒他 心里还想要说 因为你输掉啊 我看你转身回去 就可能被双归 被抓去 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看 当你揍的那个二出来以后 又一笔国家残残 所以赌王又赢了 是啊 薛老师 我跟你讲 就还是这个乐观偏见的 我在文章派 我都讲过 你说这个人都乐观偏见 拿公款 一个亿 是单位里的钱 他说 最后抓到他 说你怎么想 他说我想我到澳门 我压一个亿 我赚一个亿 我自己留一个亿 我再把一个亿还给单位 对对对 这是典型的乐观偏见 对对 然后他想的好像很合逻辑 对吧 那个云顶 马来西云顶 专门有厅 就是都是这样 新加坡现在也是 那个最豪华的酒店里边的 开出来的厅 专门就是来接 有一个厅是布置的 跟大会堂似的 红的彩啊 就看得出来 他是专门特定用户 我真的 你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中纪委要调查一些案子 跟他们要有 要有 当然有 肯定有 那个谁就是 沈阳原来 原前 不仅前几个的一个领导 就是在那给发现的吗 中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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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派人来的 站在那边卧底的 吴靖 我那时候看到这些小 就站在家回身后 不 我估计那19个澳洲数学家 他们被迫交了钱以后啊 他们也有用 他们两条出路 一条呢 赌场会招募他们 要把他们这些科学方式啊 为赌场所用 你以为赌场发展到今天 他已经运用了很多科学成果了 你怎么 所以他们一定会为赌场工作 要不然 他就为中纪委工作 对不对 这也算是 澳洲中纪委 澳洲中纪委 也算是为人民做点贡献 我那时候说 看到那些官啊 就赌钱嘛 我诅咒他们嘛 很臭巧 每次通常我诅咒他们一定输的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官啊 输了一大把 之后他怎么样 怎么样 你怎么 哭啊 掏那个 里面掏一张卫生纸出来 擦眼泪 我心里就觉得 哎呀对不起 对不起 一定是我诅咒你输了 可能他回去就被仓蔽 他是浅亏 你知道这个思路啊 其实是非常广泛 就是你讲的 拿国家的意义 来出来做别的事情 赚到的是他的 赔了 他这个是他吃亏了 对不对 他们想到 现在除了去赌以外 现在另外一种赌 就是买文物 对 也是用国家的钱 下面的公司 我买一个齐白石的话 那就保险了 一亿总是一亿 那齐白石总是齐白石 但是变成两亿呢 那多下来的呢 咱们操作的人就有的分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文物市场 很多国家的资金 悄悄的转转的下去 就是你讲 左边脑袋发达 你这样 这个就是 是